長江晴的作品 博文長 作詞曲 《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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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計畫其實是從2001年開始 2011年 2011年的那個就是12月 年底啦 那到現在大概17年到第14年 那 這個計畫大家可以看到這棟房子 剛剛那棟房子 然後為什麼我們說它是行動美術館 就是這個計畫是從喬爾堂場 壹書村 然後壹書村從2001年 大概到現在40幾年的時間 那就是從我們 台灣在推就是所謂壹書村 那個 在那種算是 舊塔塔空間的壹書村的部分 然後一直到現在 然後在高雄這地方一直到現在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那一年的一個小的計畫 那我沒有想到它會變成這麼大 因為只是一開始在那一年的那個 年底 然後兩個藝術家很常來我們敲通 然後就跟我們說 他們想要去組一個新台灣壁畫盾 新台灣壁畫盾 那他們希望組成新台灣壁畫盾 的原因其實有蠻多 等一下大概跟大家說 那我現在講白屋 白屋在那個喬爾堂場壹書村 在喬爾堂場裡面 那我們已經在那邊16年 那從一個這樣子的空間 它是一個就是 1901年的日本時期的招待書的空間 然後它只被蠻荒匯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我們騎出 大概20多里垃圾 然後到我們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大家如果有機會 做捷運到喬爾堂場站下車 那只要走200步就可以到這個地方了 然後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可以讓大家 就分享跟你們看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這裡面做很多的事情 因為其實喬爾堂場如果說 你們到了堂場的地方 你們會想像那是一個 大家覺得說現在堂場很棒 因為捷運會到 那大家沒有想像過 其實在一個堂場 在喬爾堂那個地方 有三個捷運站出口 那我其實有點扯遠了 但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做文化資產保守 然後我們做蠻年教育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舉的就是高雄洪海教育認真的場所 然後我們再會是一個場地給學的部分 跟我們今天希望提出這些事情 例如是放在美術館 就是電台裡面 然後大家去看所謂 比如說比卡索比卡索 然後一些所謂大師的作品 讓大家認識什麼是台灣的 我們把時間倒數 然後這一張是我 今天在新唐陽標隊的畫作裡面 我還蠻習慣那一張畫作 那是高雄卡蓋的根 又很熟 就很開彎 然後用霓虹燈去做我們的招牌這樣子 這棟房子在2012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學設計的 然後跟我們的同事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因為藝術家跟我們講 他想要畫壁畫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多牆壁讓他畫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蓋一棟房子讓你畫 然後每一棟房子就四八板組成 每塊房 每塊房那個就是畫布跟板子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那種裝潢用 那個四八板 然後就是展現成的那個房子的物件 那到從白然後到我們看整座房子 我們到最後覺得 我們現在在蓋一間台灣當代藝術的廟 找藝術家來參加 然後畫從天花板到牆面 然後藝術家透過不一樣的那個原料 然後去做創作 然後用他們的最擅長的方式去出畫 就是創作過程 那這棟房子 全部都是可以拆解 這些結構 然後板子 全部都是模擬化的方式去講 就是他會拆 然後這是在女林部位 在戲碗的前面的廣場 然後他這個是在 也在2012年的時候 都到義大利去 受到義大利的邀請 然後我們用房子搬到國外去展示 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用房子最特別的力量 是在於 就是他可以讓你重新 用不一樣的視角去看藝術 而且這件 這個藝術作品 跟你跟我 跟這塊土地產的關係 那他不會是說我今天 呃 譬如說你現在現場看到有空白的畫作 還有藝術家在創作 那我今天在看藝術創作的時候 就不會是 呃 我今天去藝術館看一個已經畫好的畫作 他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 他已經在跟人跟環境產生一些互動的關係 那這個是2011年 2011年在白鹿的第一場的作品 有一個 那個 從花蓮 那一次我們整棟房子 屋谷手下 我們整棟房子又有四件 就是又有四個壞畫版 然後一次計畫 最多可以又有四位藝術家來參 統治參與 那第一次我們在白鹿辦的時候 這一個藝術家從那個花蓮 騎機車六個小時到高雄來 然後來參加這個 計畫只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們的計畫其實很棒 然後我們計畫我們沒辦法提供一家說你來 還有給你租行費 或是創作費 我們只提供你吃 然後請他人自己想辦法 然後你愛創作這樣子 然後他那時候 很多藝術家人都創作的 一個問題是 我要畫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會被這樣的東西手指 譬如說你進來參加一個女性的一個主題 那大家好像就叫 你來畫女性的一個 就是有一個主題性 然後我們說沒有 你就是畫你自己 每個人都是台灣的一個部分 都是一個台灣的面向 比如說你關心的是 騙子 關心的可能是政治 你關心的可能是我今天特家的文化 就是每個藝術家 為什麼你自己本人都有些 你自己當下 你自己顏色 這才有表現跟表達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收集一個 所謂台灣藝術當代的文本 那這位藝術家 他在關心的是 阿美族 巫斯記憶 就是巫斯記憶 但巫斯的人數 這樣減少的事情 然後他在探討的是 原我跟自己的一些關係 然後他是我們進行的一個 我們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廣場前面的時候 做了創作 為什麼這棟美術 這棟行動美術館 我自己覺得他非常的特別 是因為 在創作的過程中 我們在蓋這棟房子的過程 也把它當作是一個展演 然後你會覺得很特別 我們這樣子在做 然後在一個很當代 或是一個很都市的空間 然後去產生一些衝突性 然後跟其實每一次在做遺地的部分 遺地的創作的時候 其實藝術家 我們雖然沒有設獨立 但是他應該都會很自然的去表現出 他跟環境 跟他的畫作的一些關係 跟一個地方的一個展現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台東 台東東河舊牆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藝術家 那時候我們還遇到一個 翻面例外的世界 就是其實這些東西 它還是跟我們 進到我們的社會裡面 然後產生一些不一樣的關係 然後可以參加費 之類的 然後對這個過程的東西 最特別的部分 是其實很自然的出現了 很多藝術家 跟藝術家之間的交流的活動 不管是加入音樂的部分 或是說其實第一次讓藝術家 走出他們自己的個人的工作室 然後有機會在這樣的開放場 去認識更多的 或看不一樣藝術家 去做共同的交流 然後甚至說我們這個計畫 在2011年 2011年到2012年的時候 我們到日本東北再出去 就是透過三億的世界 然後用一個藝術陪伴的侵畫 我們覺得藝術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去示範 我們不管是能量或是說 我們今天就是 算是一個藝術陪伴的侵畫 先從最簡單的塗牙開始 然後地面開始 然後它其實它會跨國際的去做一些補位的部分 然後其實最簡單 我們發起人最想講的事情 其實畫圖本身是我們 就是小朋友都會做的事情 我們人生去來就有這樣的能力 那只是我不忘記或是 我們會被認為算是專業的 那就是我們2012年被邀請到 第一次他搬到室內 不然這棟房子都在室外 在戶外 在廣場 那他第一次被邀請到那個 台灣美術商店站 然後到那個 紅美館去 那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面 就是我們一般認為原藝術是一個平面的藝術 好像就是我只能看 但這棟房子它打破這樣的界線 就是你說從牆面到屋子 上面走進去裡面 你可以感受到 其實你進到這個地方 被所有的畫作去包圍 而且這些畫作講的是 屬於台灣原生 跟台灣我們自己 這些藝術家 每個藝術家視角的親密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特別 那個左邊的藝術家是可樂王 如果大家知道他的畫圖 大概還算蠻容易的 那他參加我們大概30的藝術創作 那他那次在台北上在藝術館的時候 前面遇到兩個小朋友 然後他們有一個很棒的交流 就是 噢 噢 就是這個交流部分 就是他其實在現場 然後他就創作 然後這兩個小女妹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畫花天使 然後小朋友來自己畫 然後他一直教手可樂王說 你要怎麼畫 就是其實他有很多限制 跟民眾互動 甚至到義大利去 就是有切術家跟民眾互動 會在地方去產生 然後這部分 我覺得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就是 英偉台灣魚 就是一個我們發行人 李俊良老師的畫作 他講說 其實台灣自己本身 我們台灣島有像一隻魚 那我們既然可以當作 我們自己可以做一個快樂 就是自由自在的魚 那我們為什麼要 就是強迫自己去當一條 我們說龍 真的很龍心 那其實這邊很多部分 是我們在 像是我們到達台灣之心 來我們教他們 的一個畫作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東西 透過我們去創作去幹 然後這些人的參與 然後其實我們都在 不斷的在呈現我們說 想要說的一些事情 然後就是我們 我大概從2010年到2014年 就是不斷的進入這樣的部分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 除了說我自己覺得 我會參與 他們在創作的過程 我認為自己的成就這張圖 然後每張圖像 或是每個藝術家 他在這邊所發生的故事 他會被進入到那張圖 上面去 好像藝術家都很奇怪 然後所以我們從台灣到日本 真的到一大利去 在這幾年間 那我在這一個時間 我覺得最特別的部分 是我覺得在這地方 認識了一群很棒的人 然後一群很奇怪的朋友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這幾年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 這一個行動美術館的工作 不是一個人可以成就 是很多人扮演好他自己的角色 比如說玩藝術行政 然後去沟通社區等 或是地方在地 然後一個藝術家本身 然後蓋房子的那些工辦或自工 然後大家去做好 幫你好記得 做好自己的位置 然後去更換成就 一件事情 然後分享四月的部分 我們去 我們這行動月十第三年 我們到北港大陸參加 去繞警 這些藝術家 然後非常的有勢 我們自己組成所謂正式的正統 我們跟北港大陸草天東說 我們要去參加繞警 然後從第一年 我們就是自己參加 然後去吃雷 就是夾跑 然後我們的圖 直接推上那個街頭 然後去參加北港大陸的繞警 然後我們是最沒有聲音的隊伍 因為我們上去 我們就是敲了打 但是每個人都會停下來看 然後我覺得沒有聲音 反正是最有力量 然後到我們今年把這棟房 這第二年去年的時候 然後這棟房子 我們把它縮小巴跟自己的比例 然後到北港去做繞警 然後今年他從日本回來 所以我們把這棟房子 搬到現在在北港 現在這棟房子在北港 從日本回來 然後我們今年 我們要更加入的議題是說 我們找年輕的朋友 然後我們希望這棟房子 接下來的部分 它可以轉變成移動的社會社區教室 它可以開始進到台灣的那個社區裡面 然後它可能轉變成社區教室 去找出社區的故事 然後這棟房子 我們比較多是台灣的學校 然後這學校裡面會有學生 那我們會去找學生來 我們會去找一些傳統的一些文化 譬如說這是我們請北港頭塞 教我們哪一套拳 石鶴拳 對 然後我們也在北港朝廷公文部分 去展現就是意證的部分 這樣就是除了我們在講藝術的部分 跟就是加入一些文化的東西 就是我們今年 我們四月代堂的事情 對 然後其實我從自己做設計 到現在做台湖的場所的進行 到重新去接觸藝術 我覺得其實我們 我自己一直保持著用很開放的心 我沒有覺得我一定要什麼 但是我會給自己 我不會設限我自己要做什麼 那我只希望說 就是 我沒有做過我覺得有趣 啊我的工作有大 我都會想要去嘗試 這是我盡量的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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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